segment 队人 liberm now 酒等了 没有 �� зав enfants 你们坐这 你坐坐 哈啰 绝飞先跟我们芒果TV甜蜜的任务的粉丝打招呼 哈啰 《芒果TV甜蜜任务》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自我满足的方法多得去了 做不到从今往后 就不要一时兴起 欢迎菲菲 你们好同意 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你说 每次来长沙都会下雨 是 今天的天气你还满意吗 今天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 不是这两天突然冷到一个怀疑人生 对 就其实第一天到了说 嗯好像是还好啊 因为粉丝一下接粉丝就说 姐姐你多穿一点 然后我来说还好吧 然后过了第二天想说 赶紧把我的羽绒服给我拿过来的 就是一般可能到室内的时候会有暖气 在北方的时候 在这边 呃在长沙其实也有 但是跟这那种暖气的感觉不就是不一样 而且这两天长沙风特别大 对对吧 对有点动手 所以今天晚上是动感20周年音乐盛典 对对对对很动感啊 看得出来你都很动感 就很动感了 这一次的舞台也是 也是不要让我们很惊喜的设计 呃这次也呃 因为是动感地带20周年嘛 然后我们 我和李斯这次有一个合作舞台 我们今天晚上是唱那个 然后还有来电 胖美波的来电 对 拉长耳朵提高 近觉神经 细胞全面决备 你的电话绝不露灸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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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李斯的合作 是什么样的那种感受 呃 其实好像在舞台上 单独跟李斯 好像是第一次 然后因为我们私下有经常 我们两个有拍一些舞蹈视频啊 我们自己也平时经常聚会 然后这次我们两个这个舞台 中间也有一些dance break的部分 两个人跳舞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想说 有没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对 就稍微设计了一下 因为呢 菲菲那个我们感觉都是又美又洒又帅 所以今天晚上 感觉你的服装应该是另外一个风格 对 今天我就负责美就好了 李斯不如帅气就好了 而且之前是单独有和李斯 一起录过一个troublemaker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没有再安排一些私下的 私下的 我看要不今天晚上拍个什么 说来就来吗 对 第三只歌 第三只 不知道哎 就就我等下还要问一下 我们李森妮的意见 主持人 mailing 阿丽 阿舟 马上你看也要年底了嘛 都说姐妹们的聚会 好开心 所以什么时候会安排上呢 我们其实原本准备月底的时候 就不知道就是元旦前 大家有没有时间 想说有时间的话大家聚一下 所以有这个计划来着 有计划那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 Vlog要给我们送上好不好 是的 好 只要有聚会的话 好的 那说到这个舞台之外 其实这次的主办方 有让大家发一个二十年前的照片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你在二十年前 广美学生时代的照片 对 真的是从小等比例美到大 就是那个照片是我在 广东舞蹈学校二楼的一链教室 因为一链教室就是最大的 我们平时用来考试的一个教室 然后我拍那个照片 应该就是考试前 就是大考前的一张照片 我记得没错的话 现在超清楚 那这张照片 就是有什么背后的意义吗 没有什么意义 是因为我唯一能找到一张 因为他跟我说要二十年前 我想说二十年前 那我可能就是十五岁这样子 然后我说十五岁 对 那我是什么照片 我找了半天 可能就唯一的一张 还能比较清晰的看到我的脸 且是单独的 对吧 那如果有机会 对二十年前自己说一句话的话 会说什么 我想对那个时候自己说 就是 其实坚持你现在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可以多学一下英语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折到英语了 不是 因为我现在就觉得 其实真的语言和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 我在进行的是 民族舞和中国舞的专业的训练嘛 那后面 其实对于转变五种来说 我也学了Hip Hop 也学了什么爵士 也学了现代舞 也学了拉丁舞 其实都有学习一些些 但其实就是想说 就除了可能舞蹈的之外 我们可以就想跟那个时候自己说 多学学唱歌呀 多学学英语呀 多学学乐器呀 就是丰富自己的各个方方面面吧 嗯嗯嗯 应该说是因为看到现在的自己 然后对二十年前的自己 又想更加更加严格要求一下 对对对对 也需要自己变得更加更加的完美 呀呀呀 就是穿越时空的一颗事业心嘛 是是是是 那现在呢你看是歌手王菲菲 然后呢又是演员王菲菲 那这两个身份 你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 呃我觉得其实回国之后 呃包括之前在米西也是 有很多人喜欢我们 也很多人支持我们 然后我觉得也被很多 呃人认可 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的 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肯定 然后我也特别的开心 但是在演员的这个身份上面 确实没有机会全职态度的角色 那我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能够尝试不同的角色 嗯不仅有葡萄 希望还有西红柿 辣椒的 对我很喜欢我的两部戏 第一个叫葡萄 第二个叫辣椒 然后我想说第三个叫白菜 什么第四个叫大葱之类的 知道了家庭的领域 对对对对 叫盐 什么糖 哈哈哈哈 因为你自己就是美食博主嘛 给我们这样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样的 特别想演的角色吗 特别想演演的角色 就是特别想演一个很帅气的角色 就是真的就是从服装上面就很帅气 什么骑摩托开赛车什么之类的 这么帅的吗 对很想很想演 然后或者是什么特务啊什么之类的 就很帅气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想演一个 很苦情的一个角色 这两个都很有反差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如果演一个真的很苦情的单亲母亲 有参照吗 比如像谁那样 对为什么会想不到单亲母亲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就是辣椒的那个角色在热恋里面 我其实有一个女儿 但是呢因为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戏份去表达我跟女儿之间的一些感情线 我觉得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 然后她不仅仅是在对于家庭当中 然后且对于孩子当中 她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伟大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能够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原来是辣椒队长一犹未尽 这么一说很期待 对啊可能到了家庭期的领域了 是因为我目前没有还没有就是结婚有孩子 但是如果能够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挑战 可是演苦情戏 她其实有很多苦情的部分 那如果演那感情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 其实我哭戏还好 我还蛮能哭的 我知道有个你的那个泪珠 泪珍比较发展 对对对是大颗大颗的那种 对然后像葡萄那部戏里面就哭了很多 然后哭到我这个眼带到现在都还没恢复 就右边的眼带 真的就是因为哭多了其实还是蛮伤元气的 可以先把刚才的那个很萨的角色演过来 演过来再说 是是是是 依次安排上 那有没有去挑战一些比如说很萨的那些运动呢 很萨的运动 其实我之前有想有想过学滑雪 然后也尝试了 然后第一次尝试是学单板 然后是朋友教我 然后从此对于滑雪这个运动就很恐惧 但是我觉得很帅 你那个滑雪的那个朋友最近还跟他玩的好吗 没有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应该有个七八年没见了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听别人讲说那个 他说你就是应该要找教练学 他说找教练学的话你才不会那么容易帅 才是正确的且容易学会 然后包括滑板也是 我是觉得很帅 我会想去尝试的 我们有看到你滑滑板的一些视频 对对对 基础要打好嘛 也要注意安全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在短视频上有刷到 在上一个月的音乐节上又轻唱 大家真的是回忆杀 对对对 所以这次再去唱这首歌 有什么样不同的心境吗 我确实是有蛮大不同的心境 因为当年我想这首歌 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歌 距离现在有十年了 十年前的那个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肯定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心态 在和当时比较年轻的自己的一种 理解和诠释去唱的这首歌 没有那么的深刻 那可能现在在去唱这首歌的时候 更多的是怀念 然后更多的是感恩 当年Miss A的这一路吧 对 不是说是唱的就是半空气的唱法吗 是是是真的 这个半空气的唱法 它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 就是有一点根深蒂固到我的骨子里了 导致于我唱别的歌都是带半空气的 前段时间我唱了薛凯琪的 那个叫苏周和的一首歌 然后清唱 爱只是爱 味道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 比空近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 追换追换 我唱完了以后我怎么唱 它都是还是带空气的 我已经我大概录的大概有十条吧 你知道拍一条其实不容易 真的要录好多遍的 对 我拍了十条 然后我每一条我想说怎么这条还是太空气的 就是空气这个东西呢 它 怎么讲呢 它就是就是就是一个空气 就是一个空气 就怎么学怎么讲 比如说一般人讲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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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你唱一下 kiss 天哪 天哪 我的歌手生涯真的没有了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自己还跳了这个舞蹈 真的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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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唱一下 你还唱脸红了 像这样 我已经在那儿哈半气了 我再一个拳的AC 一遍就唱kiss kiss 不是 不是 我看到你都脸红了怎么办 真的 你嗨我哈 哈哈 对对对 对我们唱的是就是偏用声带了是不是 对 太实了 对然后我们就是跟在声音发出的同时 你的空气是跟跟的一起出来的 然后像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 我们平时说话不是这样说话吗 其实说话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空气出来的 其实像这样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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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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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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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我那个掉了好像 对吗 不是 我就很很努力的感受到了你说的那种空气的感觉 对这边就goodbye baby goodbye 像 goodbye baby goodbye 就这样 哇这个是空气 刚才那个可能是长沙的风 对 我刚刚就跟真的没敢再挑战了 就如长沙这两天的强烈的大风 空气唱法 对对对 因为我是看了很多的评论嘛 就是帮大家来问的这个问题 嗯 对 反正我唱苏州河上面的评论就是 姐姐你还是如此的加了很多的空气 然后我就看完了以后我又尝试了一遍 比如说呃那我歌叫什么 爱就是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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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是爱 我是那种 我想说怎么唱的 我硬唱就感觉很生硬 再加空气可能就会稍然一点 我懂 因为因为就算就是根深蒂固了 对对对对 对就演唱会那一天音乐节那一天 嗯 其实有现场的歌迷大家一起在下面和唱 对 跟着一起空气 是是是是 当然那个场景是什么心情 嗯 哎 确实呃一开始是没有听到他们在唱 因为儿凡里面自己的声音太大 后来 你知道后来我才我有隐约的在听到 后来我把耳机摘掉 儿凡摘掉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他们的 就是跟着我一起唱就很感动 我觉得歌手和演员不同的感受就是 可能演员就是演完了之后 可能再去看所有的剪辑后期节 出来的自己自己的这个成片的效果 它是这种感受 然后等到观众给你的这个反馈 那歌手刊呢他就是比较及时的 及时的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一切给予观众 那观众就会给予你的反馈 他是这种及时的反馈 是 就我们看到的感觉就是你非常的充分 嗯 很享受 很享受 哇那种大合唱的感觉 确实 反正我那天状态也挺好的 然后好久没有在舞台上 因为前上半年也都在拍戏嘛 然后那天就是你都不知道在舞台上 我就整个睁开张开双臂 就是已经享受到一个不行了 我就是整个一个 我就是整个一个 就是我的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很开心很享受吧 所以呢你看你又是歌手又是演员 然后刚刚说的你很充分 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个非常懂粉的博主 嗯 那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被粉丝反向安利过什么东西吗 有啊 前两天我正好从 在重庆回 来来长沙的时候 嗯 嗯 因为我有推荐过一个香水 但我推荐的是No.4 就4号的那个味道 然后那天就是有一个粉丝 他身上味道非常的浓厚 就很 就很远我就闻到他的味道 我说 我说有这个味道还蛮好闻的 就有点梅子味 因为我还蛮喜欢梅子味的 嗯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什么 他说我喷的是你的香水啊 跟你一样的呀 因为粉丝知道我 我推荐过什么香水嘛 我说不可能 我没有过没有过这款味道 我清楚的知道 他说就是啊 自己拿出来 然后我说 他说但是我是10号 我说那就不是吧 然后我说那你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就拿过来 我就自己涂了一下 然后涂完的时候没有被种草 来到长沙之后呢 我没有带那个手串嘛 然后呢手串一摘下来 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正好手串就来旁边 我说 我说天哪好好闻啊 我说这 我说哦 这是今天粉丝图的那个香水 然后我就立马拿起手机 我已经快睡觉了 拿起手机下了个单 我就立马下单了 也种草可以安利了 对对对 很清爽啊 清爽的感觉 对对对对 后掉那个时间了 后掉特别好闻 所以其实还是你自己安利的了 你不知道你安利了那么多东西 弄得我们 安利的时候指纹到了前调 那你被我安利了什么 你看你每次都卸得干干净净的 从卸妆就开始了 好然后我是属于看你视频 哇又倒退 啥 好开始 好就开始了 第一步我喝水 吃水 我好累啊 有零食就算了 你还给我卸妆 然后上妆 因为我是特别特别喜欢你的 包括你今天的这个妆容 我觉得 你看我今天的妆 有点小小的魔方 你不知道你管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小小的闪了一下 对不对一起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 以前这妆也很好看啊 以前真的不是这个妆的 对 也有画卧彩呀 对啊 怎么办呀 有点 一起闪耀吗 除了挺上看种草之外 还有很多人辣评说 每次看完非常完美之后 就是四个字 又爱又恨 就是很爱种草 但是又恨它断货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但是我还是买到了很多 你种草的 对有很多我是能买得到了 嗯 像比如说 我觉得比如说皮肤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 像上妆吗 要很服贴吗 最近有什么 特别特别 你是自己很私人的想象 哈哈哈 不是因为姐妹 她刚刚非常说 哎 你知道有什么 就是已经在姐妹聊天了 见到飞飞飞飞 我们是见到本人嘛 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是真的就很亲切 我们是代表了众多的 里面的一个小粉丝 一个心态了 所以呢 像冲浪的话 你近期冲浪的搜索的 什么词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最近有听很多人是说 尊都假都啊 什么的 就是这个 然后所有人都在说这个 我说从哪里来的 然后包括那天我是看一个综艺 然后关晓彤吧 在上面说什么 爱琴什么来着 爱琴路过 是吧 我差点爱琴36G了 爱琴走过 错过 爱琴走过 爱琴有这么的过错吗 爱琴有这么的过错吗 对然后完了以后那个 沈腾哥跟沙姨哥他 这是为什么 然后晶晶就过去说 你们就是什么什么 就说他们已经 不是年轻人了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 我也不知道 我就立马上去搜了一些 什么叫爱琴 什么错过 爱人错过 完了我们这一个屋子都没有人知道 搞得最后真相是爱人错过 嗯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词 爱人错过 很亲切 然后也很接地气 然后对人又很又很好 所以就忍不住就是 什么都想跟你问一问啊 做你的朋友的快乐 对我朋友可快乐了 我跟他分享很多好物 是啊 今天还收到两条反馈 说飞飞啊 你给我推荐那个什么身体乳 特别好用 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我说好累 我朋友现在还有一位吗 哈哈 是飞飞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分享完了他会说 其实这个可能也就50到60米 所以大家用的真的是 又实在又好用的这种东西 而且是自己也会用 我会我会 包括我推荐的这些 都是我会用过的 这一点特别好 对 大象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 比如说是出钱必备啊 比如说出来出通告必备的 这样的东西 我包包里反正就是唇膏 口红气垫 然后还有一些暖颈贴什么的 嗯 因为我睡我最近睡觉 就反正这一两年都在用暖 很紧贴 嗯 我觉得就会脖子会比较舒服一些 那口红跟那个唇膏 哈哈哈 你看这最近有什么特别特别 你是自己很私人的想象 哈哈哈 不是女孩的 口红倒还好了 就是现在就冬季了吗 确实很干 什么样的唇膏就是 我用唇膏 其实我 我是喜欢用那个小蓝罐 就是有个澳洲的品牌 这个小蓝罐是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马林狗子 马林狗子 嗯 那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两个唇膏 真的我我跟你说 我买了大概十几款吧 品牌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代购的啊 就国内没有的 这些我都买回来试了 就是有一些特别有工业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精油特别重 我都不是很喜欢 就这两款是我用了 特别觉得特别舒服的 菲菲严选 安立了吗 做笔记了吗 哎 先跟我一样 哎 往前面挪一下 哎 记一下 所以我们见到就是菲本人 因为脸很小 然后很瘦 身材很好 又美又大 所以身材管理有什么 就是分享的吗 身材管理 其实我确实我 这两年会觉得我的新陈代谢 肯定没有小的时候这么好了 然后我自从浪姐结束了之后 我的运动量其实没有那么大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自己 其实真的在浪姐的时候 我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也好 包括我的这些体态也好 真的浪姐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你想五个月 天天天在那跳 天天在那跳 你就是对于你的心肺功能也好 你的肌肉的整个控制也好 还有体型也好 是真的是需要运动 我觉得运动是一定要有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运动 你露铁也好 你普拉提也好 瑜伽也好 跑步也好 踩单车也好 就是一定要有运动量 运动量再加上适当的 控制你的主食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太吃太油的 不太吃太炸的东西 我平时会喝很多的水 早上起来 至少一杯这么满的水 温水我就是会 勾勾勾就喝下去 对就各种吧 对管住嘴麦开腿 对对对对 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是要多喝水 然后包括就是看你跳舞嘛 所以你更多的运动 是在露铁建设还是就是跳舞 跳舞跳舞 我不行啊露铁舞 对于我来说太枯燥了 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基本功 我永远受不了 就是那种老师给你来 100个什么扶我撑了 100个什么扶背肌 什么之类的 对包括你说的 动不动就趴椅子 对然后老师就来 你过来另外一个班长 你踩他的腿 我踩这边腿之类的 所以我就是 我觉得就是大家选一个 你自己喜欢的 能够坚持的运动去做 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 运动量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给一些 在上班族的小伙伴们 他们可以去安利的一些 比如三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动作的那种 可以当做日常习惯的 因为因为我肩颈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前段时间 就跟那个医生学了一下 就是他有一个什么 就比如说那种 像这种小就悲斥 就是你整个人站起来 就站起来 然后你就比如说像这样子 你做一些这种 这种就抬 抬肩膊的 类似于那种游泳的这种 对 然后是这种 对对对对 其实对你的肩颈放松 是特别特别好的 然后拍 我上次拍那个 拍巴虚对不对 对 那天我就看到那个中医 那个有个视频 在那里蹲下 而且还要做一下就要蹲一下 就是那种 一 二 一看就拍这边 拍这边 然后拍下面拍下 然后我自己在家做完了 然后我说 天啊怎么那么像我爸爸 然后我想说 原来我也到这个年纪了 不是 这么说吧 当这个视频就是被刷到的时候 会把它看完还跟着练 而且还叫空心掌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这个很难拿捏的 这个真的答案 这个真的还是很有用的 这个 每天要见识 我们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能刷到就说明 以后我们所有的采访 综艺节目就是 你最近有什么养生的小运动 戏强了 其实我们问的是 怎么变得又美又撒 而且屏幕前大家可能开始开始会好的 知道了 东西开始了 所以下次就可以一边拍着 然后一边继续种草新的东西了 而且我们其实知道 就是从2021年的 不飞到现在已经有两年 我们非常期待的新专辑 大概现在会有什么样的进度 新专辑反而现在在筹备当中 然后希望越来越快的 能够跟大家见面吧 因为我看到你说 好像这一次筹备的新专辑 是比较小众的 对不对 这次的舞蹈的风格比较小众一些 对 反正就是整个专辑的 也有一些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曲风 包括类型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 觉得可能就到现在 有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你应该要做一些 大家都喜欢听的歌 或者旋律更加简单一点的 可能对于唱跳来说 对于现在的我自己来讲 我是觉得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会比较重要吧 就是能够展示更多不同的王菲菲的一面 我也想在我能够 就是你知道吗 能够唱跳 能唱得动 跳得动的这个年纪 能够尽量的去多尝试一些 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那可能很多年之后 我不会去后悔 就像我可能 在对我20年前的我自己来说 我就不会跟他讲说 你要去多学 多尝试 多尝试一下什么乐器 什么这那这那的 对 我是希望可能 对于20年后的我自己来说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 都是我不后悔的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因为没关系 因为大不了50年之后 我们在唱你想唱的嘛 对吧 你们想让我唱什么 我再给你们唱 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做自己 你就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都会追随你的 是 就是不要忘了做自己 对 所以你看2023年也过去了嘛 如果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 自己的2023年的话 2023年我觉得 不安 矛盾和释然吧 三个词 不安是 就是日常对自己的 嗯 现状和对未来工作的规划 的不安 我觉得是这个 那矛盾是对于可能 很多人就觉得 我在舞台上很 撒呀 很性感呀 很帅气呀 或者怎么的 但是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 可能都会有 自信与不自信的时候 可能我是在这个当中 反复的去矛盾 然后也对于说 很多比如说 像我刚刚说的 新专节这件事情 对于在歌手未来的这条路上 我要怎么样去选择 这个选择 A还是B还是C的 这种之间的 我的这种矛盾 嗯 是我2023年感受比较深的 然后呢 还有释然就是 这个释然也是快到年底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不管怎么样 自己做的这些决定 它都是你的选择 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依旧是你的选择 而且人在每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 你都要面临的选择 从你出生开始 你今天选择吃这个水果 那你这是 这就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吃完 你可能自己肚子会痛 但是也是你的选择 对吧 就我觉得人生每一个时间段 每一个每一个阶段都在做选择 所以我后来我就释然了 我觉得那无论是做什么样的选择 它都会有好和有坏的结果 我觉得后来我就觉得那没关系 就是做好最好的自己就好了 我我知道菲菲 因为菲菲她其实就是对自己 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 所以呢她就想的很多的就是 规划呀 或对自己的一些要求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三个词 但是我知道我们看到的 永远是最动感最好 最棒的你 是是我在拍Vlog 可能是很快乐 对啊 每天都很快乐 但我说原来你也有这样的一面 有有有 是的 也说明是真正的 把我们甜蜜的任务的粉丝当自己家人 哈哈哈 分享的很低是吧 走心 走心 很走心 所以呢如果 2023年如果用一张 年度照片 你要选一张的话 你会选哪一张 好年度照片 这种 每次这种总结性的这种 我发现我这个人很不会总结 就是比如说你 人家说一下总结一下 我就 总结 我可以把从这个故事的头给你讲到尾 哈哈哈 年度照片呢 啊 如果你手机上有 就可以跟我们马上分享 嗯 如果你想再考虑一下 你就联系我们的导演做吧 哈哈哈 发给后期 对对对对 考虑一下 我回去找一下 对对对 希望到时候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 好不好 嗯 那其实正在这个地方 我们马上就要到2024年了嘛 有没有2024年那些心愿清单呢 心愿清单 心愿清单就是2024年能够发布更多的音乐作品 嗯 然后也能够尝试 嗯 不同的 苦情骂骂 哈哈哈 苦情骂骂 这个我说了很多年了 什么时候能实现 帅气的这个骑摩托车的这个 嗯 这个帅气的女生什么时候能实现 我已经真的这两个角色我就说了很多年了 怎么就没有导演去看一下我好吗 哎 对线上编剧线上编剧 放心 放心 2024年一定会安排上 好好好 对那如果要为2024年立一个flag的话会有吗 flag就是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个至少 就是我这个音乐的东西是我自己来去把控嘛 对 那没办法 就角色东西永远是 哈哈哈 拜托 哈哈哈 支持歌手 优秀的歌手 我们的飞飞 还有我们一直在突破的演员 好不好 飞飞好不好 相信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完美的 飞飞 那现在刚刚都说2024年快到了嘛 然后这个新年祝福好不好 给所有支持你的一直支持你的这个歌迷朋友 我觉得2024年就是大家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 如果遇到疑惑如果遇到不安 如果遇到矛盾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释然 嗯 特别好 刚刚是走心的 来说一个特别官方的 因为龙年快到了 哈哈哈 龙年太好了 祝大家 大起来是不是 祝大家那个龙年大吉 然后什么 恭喜发财 然后什么 外事如意 和家欢乐 甜蜜的任务 卢玉晓的工作日常 请发了 哈喽 跟我们甜蜜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卢玉晓 卢玉晓 想问一下你接下来还有特别想上的 还有其他的类型的综艺吗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可能去探险 或者说去土布什么类型的 可能很希望有一个 雷丝的 对 最近有看那个花上舞 就是我很喜欢大家那种很默契的 点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参加了花里少年 你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担当 拍照 然后或者做一些计划 就是会缺什么我就顶上去 那你会比较期待和什么样的朋友 一起去参加这种节目 比如说 在他们的那一群 然后在明知语的时候也是 就大家都是非常默契度很高的一个 就是说走就走的类型 有网友说你是极有美少女 你认可这个成本吗 就是一个爱好吗 因为我对女孩子的美就是 我觉得美都是多样性的嘛 跟美女拍戏的时候 就容易眼睛一不开头 真的啊 准备了一个 拍立得 我们可以来一个三连拍 新年快乐 更多精彩内容锁定 1月28日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卢玉晓和你不见不散